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和调试 重新站起来的裴杰 自资四万零几个制作费 推出个人的第一张专辑 重新出发有你真好 入行六年只发表过两张EP的他 在2010年前往台湾 与一节其合作制作新专辑 然而在台湾动留将近一年 已完成70%专辑制作的裴杰 最后还是顺高梦碎 伤心地返回大马 在去年就从台湾发生的一些事情 因为我觉得在艺人身上 往往会有两件事情会发生的 就是一是金钱 二就是合约 然后我就是被这两件事情给打回国 我在音乐路上想放弃的原因就是 因为努力了好久好久好久 然后遇到的挫折真的很大很大 所以有这样的意识 想要把它转为可能是另外一个行业 还是什么这样子 我是一个蛮容易哭的人 对 可是当我有心理准备 我就不会哭了 可是我在那一个月 就是从台北落空 落空回来的那一个月 真的自己真的快要精神崩溃的那种感觉 就没有想到说可以浪费时间 一年在台北这样子度过 强调享受自己喜欢的音乐的陪姐 在专辑中一手包办了七首作品 宣扬大爱的精神 此外也和板城公司签约合作 成为创作人的陪姐 王后江慧目前幕后两边忙 努力写歌一边打响知名度 在未来完成海外发片的梦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